社會難道現在瀰漫著 反傷仇富的情緒嗎 中信經德副董事相川痛批 台灣社會可以說 現在充滿了仇富的心態 但是政府卻沒有具體的作為 那麼這種風氣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未來恐怕沒有人要替企業來發言 如此一來也會影響企業 投資台灣的意願 但是這樣的說法 其實引發了相當大的爭議 低薪是國旨 低薪是國旨 民團一字排開 為低薪窘境 槓上政府財團 反傷仇富浪潮襲來 企業大佬大喊委屈 仇富是1% 其他人是99% 我擔心的是因為這種想法 會嚴重的影響到企業的發展 企業家他不敢投資 語氣中近視擔憂 四號工商協進會拿數據說話 101年繳稅600多萬戶 稅率40%大約4萬人 金字塔頂端富豪扛下台灣 將近一半的眾所稅 我們工商業界繳的稅 也算是負擔重了 建議政府應該從消費稅 整體的稅基來考量 公開喊話政府課稅三思而行 畢竟免繳稅或稅率5% 竟然就佔繳稅戶超過七成 富豪人數不到1%扛下稅付 卻沒有人替企業發聲 政府在決策的時候 一方面要考到 當然要考到分配的問題 但是還要考慮到他在國際的競爭力 還要考慮他替社會創造就業機會 財團表態稅改讓公平正義出現偏差 財政部回嗆2013年台灣租稅負擔率只有12% 低於臨近亞洲國家甚至不到英國一半 幾乎成為世界最低 如果他們有正常報的話應該都差不多 有一些避稅的方法 你說要怎麼反上 個人努力個人的基因不一樣 怕追求公平正義重創競爭力 台灣稅改輕重恐怕財團勞工各自心裡有數 東森財經新聞陳米芳和坤圓 泰國島